谢霆锋与16岁长子机场同框 父子俩罕见温馨互动 竟显慈父形象 在8月3号这天晚上 有港媒晒出了谢霆锋在香港机场和大儿子同框的视频 原来是谢霆锋和卢卡斯父子享受了一场长达三个礼拜的澳大利亚之旅 在机场里谢霆锋依旧酷酷地在前面走 一身黑色更显帅气 而卢卡斯一身白色的运动装跟在爸爸的身后 身高竟然高过爸爸了 他看起来彬彬有礼也是非常帅气 卢卡斯在后面帮爸爸推着行李 温顺得像是一只小绵羊 在出机场后 父子分别乘坐不同的车离开 看来卢卡斯这是要回张伯志的家 而谢霆锋是要找王妃了呀 在分别的时候谢霆锋还语重心长地拍一拍儿子的肩膀 这样温馨的画面实在是太难得了 卢卡斯一直都是礼貌又坚训的态度 也难怪之前谢贤说过 孩子们喜欢黏着爸爸 在分开时也是舍不得说再见 能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们在看到这一幕也都忍不住夸赞张伯志 这么多年来把儿子教育得非常的出色 离婚后的张伯志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这其中的辛苦也只有张伯志知道 但是张伯志从来不抱怨 这两个孩子都是他争取来的 所以他一直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充电器 只要自己工作上或者心情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孩子们就是治愈妈妈的良药 而三胎的出生也是让张伯志变得更忙更累了 但他也是累病快乐着 这么多年来孩子们也都很爱张伯志 很少给张伯志添麻烦 张伯志每次谈到孩子他都感慨 孩子们很听话也很懂事 让人不禁心疼 现在他们两个大哥哥也都懂得照顾最小的弟弟了 在节目上张伯志说过想要再长一个疼他的伴侣 但是因为孩子们会吃醋 所以他还是不太敢在孩子们面前谈起此事 没想到张伯志的孩子们这么可爱啊 对妈妈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战友欲 一方面是不舍得妈妈把自己的爱分给别人 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意再看到妈妈又被情所伤了 而和张伯志离婚后的谢霆锋很快就有了新的恋情 而且还是初恋王妃 当然张伯志也是彻底放下了 每次记者谈及王妃时他总是大方地笑着祝福 他从不会去说任何人的坏话 也难怪他的孩子们这样的出色 这次谢霆锋和大儿子卢卡斯在澳大利亚游玩 有网友还拍到他们去滑雪的视频 谢霆锋耐心地叫着卢卡斯滑雪 甚至跪地教学 看来在孩子们面前 谢霆锋一改往日的目中无人 是孩子们心中名副其实的好爸爸 虽然和孩子们相聚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频率还是很多的 孩子们也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 有网友表示 如果谢霆锋能够和张伯志复合就好了 这样一家人都能够团聚了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霆锋 谢谢霆锋